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是台北道水風產權系的都市規劃組的學生 那首先先感謝許署長今日下午一系列的解說 那這邊呢就是想要提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想請教一下 許署長你在第一場提到的那個51類的環境靈改地 就是好像是因為時間不夠的環境 所以沒有交代為什麼土壤液化區沒有納入那51類的環境靈改地 不知道可不可以請你等一下可以簡單交代一下原因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在都市規劃上也是蠻重要的一個環節跟議題這樣 謝謝 好 那個等一下我們會有請官方的回答 接下來我們請那個韓亞春 下一位我們請蔣傑請 大家好我今天主要是因為我們大家討論的是這個國土全國區域計畫 那這個有關就是一個中央地方跟民間 因為它的建築倒塌 那它會影響到的是什麼 房地產 房地產那它影響的是什麼 你如果青年人去買這些房地產 現在買得起嗎 根本買不起啊 那你一直在蓋這個房地產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啊 還是有錢的人在買有錢 他還是在滾錢啊 所以對年輕人並沒有幫助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剛才有聽到他們這個台南 他們在這個人受險的這個15歲以下的孩童 他們並沒有理賠 他們怕說將來會有意外險 這些父母會把這些孩童意外讓他們死亡的話 會造成這種原因 那今天如果你台南的善款還足夠的話 有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而且將來你如果地震這麼頻繁 有什麼風險的話 那是不是將來這些孩童 他們還是永遠都存在 都會有15歲以下的孩子 那將來永遠都沒有理賠嗎 這個在人權上 在未來的主人公上面 大家是照顧這樣自己的小孩嗎 應該不對吧 好那第三個就是說 那你現在已經是在職的這些公務人員 而且這些建商 而且中央這些署長們 也好 那個各縣市政府的官員們也好 你們在核發這些執照建造的時候 有沒有責任 有沒有責任歸屬感 你們一個人把這個執照發出去了以後 可是你整棟的建築物死亡的是上百人 你一個人的一個執照出去 會讓多少人上升這些 這些死亡的這些神秘 那你們將來在行政上面 刑法上面 有沒有可以歸屬 或是將來你還沒有退休 或是你退休 在多少年之後 可以追屬這些責任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講 謝謝